第361章 击杀云棱 云兰宗之内 所有人都是抬头望着那双手清白火焰 缓缓接触的萧炎 这一刻 绕世那些实力低微的弟子 也是开始感受到许些不安 一股骚动 从云兰宗内蔓延了出来 萧炎 你想干什么 身为斗宗强者 云山更是率先感应到 那股不安的感觉 当下眼睛一瞪 力声喝倒 没有理会他的喝声 萧炎那充斥森然杀意的眼睛 死死地盯着两色火焰 随着两种异火的开始接触 顿时 双掌之间的空间 赫然变得扭曲了起来 一道道犹如闷雷般的炸响 从其中传出 震人心魄 在萧炎身后 美杜莎女王也是惊诧地 望着前者的举动 因为以前有着吞天莽的灵魂压制 所以 她对于萧炎的确切情况 也仅仅是知晓一些 而至于这佛怒火怜 她却刚好是半点都不知情 两种异火相容 这个家伙 也太疯狂了吧 美杜莎女王微皱着眉 想当初 仅仅是一种青莲地心火 便是将它折磨得死去活来 这两种异火相容和 将会产生多么恐怖的能量 是指她 听得萧炎双掌中传出来的动静 云山脸色也是逐渐凝重 她能够察觉到 那两种火焰若是相容的话 会如何的可怕 当下手掌一挥 沉声喝倒 听得云山下令 那早已等候在一旁的云冷几人 背后斗气双翼顿时一阵 旋即身体化为光影 对着萧炎暴射而去 冷冷地望着围角而来云冷几人 萧炎背后紫云一轻震 身体猛然倒射 而在退后时 双手上的两色火焰 却是已经开始了互相缠绕 一道道清白火焰 犹如电流一般 不断地从接触地带暴射而出 偶尔从其中溢出一道火焰 落在一些巨树之上 顿时高达十几米的大树 便是在一道道震撼目光中 轰然化成满地灰烬 天空上 几道人影在下方无数人注视下 不断闪略追捕 虽然萧炎的紫云一速度 并比不上真正的斗气之意 可借助着灵活的闪避 以及云冷等人 对手中一伙的忌惮 每一次即将落入包围网时 都将会被他狡猾逃脱 而在那追逃之间 萧炎手中的两种一伙 却是 融合了将近大半 清白火焰缭绕间 宛如一团不断迸射着 清白电流的火球般 哼 这小子倒是猖狂 望着那接连躲避开了 云冷等人围捕的萧炎 云山冷哼了一声 脚步朝前一跨 身体几乎是犹如瞬间一动一般 诡异地出现在了 萧炎倒退的路线上 右掌探出 其中犀利暴勇 然而就在云山打算一举 将萧炎擒获时 其面前人影闪动 美渡沙女王的身形 也是挡在她面前 淡淡地道 云蓝宗举全宗之力 抓捕一个大斗狮 竟然最后还要你动手 这是不是有点太过丢脸了 美渡沙女王 莫要真以为老夫怕了你 我只是不想与你起冲突而已 今日萧炎明显示 冲着我云蓝宗来的 还望你不要多管闲事 否则 我云蓝宗 也不是能够任人随意踩在头上的 望着那拦在面前的美渡沙女王 云山脸色有些阴沉 喝道 如果你有这兴趣 我倒是乐意陪你试试手 自从掌控这具身体以来 我可还真没动过全力呢 美渡沙女王奄然笑道 眸子中 竟然是有些跃跃欲试 脸庞微微抽搐 云山转头对着云蕴喝道 云儿 阻止萧炎手中一伙的融合 美渡沙女王 我来拦住 啊 这 听得云山喝声 云蕴一正 脸颊上挣扎了一番 竟然是站在空中 没有什么动作 云儿 你在干什么 萧炎手中的东西太过可怕 若是让他丢在云蓝宗 这山峰都得被全部轰掉 到时候宗内弟子 定然死伤惨重 你如何对得起这宗主之位 瞧得云蕴居然没有 按照他的话行动 云山开始 也是愣了愣 玄疾严厉地喝道 是 老师 脸颊一阵变幻 在下方无数弟子的注视下 云蕴只得咬着银牙点了点头 背后双翼轻震 身体化为一道清风 闪电般地对着萧炎飞绿而去 见到云蕴动身 云山这才松了一口气 转头冷冷地望着美渡沙女王 道 即使没有我动手 萧炎也绝技 不可能顺利地将一伙融合 我只是将你拖住而已 至于她 究竟能不能成功 那也并不关我的事 美渡沙女王瞥了一眼 被这四处飞略的萧炎 慵懒地道 哼 冷笑了一声 云山转头 将目光 放在头顶上空的追逐赛上 眼睛死死地盯着萧炎双手间 那里 随着两种火焰的融合 一股即使是云山 也不得不凝重对待的恐怖能量 正在缓缓凝聚着 将云棱扑来的身形躲避开 萧炎脸色猛地一变 眼角白光闪过 只见云郁已是宛如鬼魅般地 出现在了面前 修长仙手之上 附着浓郁白芒 此时 她的双手正直直地 对着萧炎掌心中的火球抱射而来 看着状况 若是被击中的话 好不容易融合的火球 恐怕就得当初溃散了 狠狠地咬着牙 萧炎维持着一伙融合的手掌 猛地上台许多 然后双翼震动 玄疾竟然是用胸膛 对着云郁的手掌印了上去 瞧得那汉不为死 用命来拼的萧炎 云郁一正 戴眉紧皱 紧紧地盯着那对漆黑如沐的毛子 在手掌即将接触到前者胸膛时 心头不由地一软 轻叹了一口气 身形清白 然后手掌贴着萧炎胸膛处 茶飞了过去 萧炎 有时我们可以坐下来谈 能不能不要把事情弄得这般僵 细微的声音 竟然是蕴含着点点哀求的意味 传进了萧炎耳中 没得谈了 是你云兰宗欺人太甚 血债 必须血肠 云郎的命 我必须受 咬着牙 萧炎急速后退着 冷声道 可云兰宗弟子是无辜的 你何苦牵扯于他们 云郁先手 贴着萧炎肩膀茶飞了过去 看上去是惊险万分的抢夺 可却是他故意而为 云郎闯我萧家时 又有没想过 因为他的缘故 我萧家几百人口 差点全部被杀 难道他们都不是无辜的 萧炎身体略微颤抖着 愤怒地道 哎 望着萧炎那种 不满铁青怒意的脸庞 云郁嘴巴张了张 指的轻叹了一声 苦笑道 你现在情绪太激动了 还是等你冷静下来 我们再谈吧 不过 你手中的那东西 实在太恐怖了 我不能让你继续凝聚下去了 对不起了 雨霸 云郁背后风意震动 速度猛然暴增 瞬间便是 出现在了萧炎身前 顿时 一股萧炎 所熟悉的淡淡幽香 飘进了鼻内 和一年前一样的味道 望着那张 静在咫尺的美丽容颜 鬼使神差的 萧炎忽然说了一句 猛叹而出的先手 在此刻骤然凝固 云郁翘脸上 一股飞红 突然毫无预兆地浮现了出来 在说出先前那话时 萧炎便是回神了过来 当下一道叹息 趁着云郁失神瞬间 双翼震动 急速退出了云郁的攻击范围 狡猾的家伙 萧炎退后时 云郁也是回过了神 脸颊依然带着一抹罪人陀红 清脆了一声 抬头望向那飞射而退的萧炎 翘脸却是逐渐浮现一抹苍白 只见此时萧炎手掌中 两色火焰已经完全融合完毕 其中火蛇四射 不断蠕动着 犹如有着什么东西 即将破出一般 这家伙 果然还是弄出来了吗 赶紧退吧 这一次 云蓝总要损失惨重了 不远处 海波东望着萧炎掌心中 那不断蠕动的清白色火球 不由地咽了一口唾沫 颤声道 在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下 萧炎手中火球急速蠕动着 片刻时间后 火球忽然崩立而开 火光大圣间 一朵巴掌大小的清白色火莲 自火球中鸟鸟升起 最后悬浮在萧炎右掌之上 云棱这混蛋 云山愕然地望着那清白火莲 半晌后 忽然狠狠骂了一声 那火莲中满意而出的能量 让得她有种拍死云棱的冲动 你没事 怎么专门去找这种 连她都感到棘手的敌人 这家伙 竟然还留有这手 美杜莎女王 也是面露惊恶的男男道 脸旁带着一抹狂热 目光死死盯着掌心中的火莲 萧炎脑海猛的一阵眩晕 咬着牙死死地坚持着 猛地转头 将阴冷的目光投向了下方的云棱 瞧得萧炎望来 云棱心头一颤 此时的她 也是清楚地感应到了 后者手中拉火莲的恐怖 当下脸庞之上 冷汗不断低落 恐惧的神色浮现脸庞 老杂种 死吧 萧炎咧嘴凝笑 眼睛赤红地怒吼咆哮 萧炎 我真没杀你父亲 真的呀 是他自己失踪的 感受到萧炎的杀意 云棱脸色一阵惨白 身体急速下降着 尖声叫道 萧炎 不要 云晕翘脸苍白的尸声阻止道 目光盯着 云晕那种美丽脸颊 萧炎嘴角溢出一抹苦涩 轻轻地摇了摇头 低声道 晚了 手掌微抬 清白火莲缓缓飘浮而起 萧炎面无表情地 手臂清灰 清白火莲 瞬间化为一道火芒 对着下方逃窜的云棱暴射而去 在无数道目光注视下 清白火莲 犹如一道自天外而来的陨石般 带着毁灭般的气息 划过长空 然后追上了那一脸恐惧的云棱 哼 手中硬杰猛然截动 萧炎脸庞猙獰的喝道 碰 喝声落下 清白火莲 在一道道惊骇目光中 轰然爆炸 这一刻 宛如天雷般的炸响 几乎响彻了云栏宗方圆几百里 第362章 生死之局 雷鸣巨响炸响天空 此刻 云栏山顶 犹如是在寝刻间 化为了一座喷发的火山一般 炽热的清白火苗 化为火浪 成圆弧形扩散开 这一煞 云栏山开始了剧烈颤抖 一道道巨大裂缝 顺着山壁蔓延而开 山石滚落 树木焚毁 俨然一副毁灭末日般的景象 汹涌的火浪 在云栏山山顶 形成一幅巨大的火浪莲花之状 乃至方圆百里之地 皆是能够清晰可见 云栏宗方圆百里内 无数人抬头 满脸震撼地 望着那在云栏山山顶 绽放而开的火莲 即使相隔这般遥远的距离 仍然是让得人感受到 空气似乎忽然间炽热了许多 完美形态的佛怒火莲 破坏力 竟然恐怖如斯 距离云栏宗山顶 几百米外的天空上 海波东等人的身形 闪现了出来 望着那横立在天地间的 巨大火莲 感受着那扩散而出的 炽热气浪 皆是忍不住的 有些感到口干舌燥 这股力量 实在是太过恐怖了点 这 这东西 是硝烟施展出来的 佳行天咽了一口唾沫 脸庞上的震撼难以掩饰 他虽然一直都极为高看硝烟 可却依然是没想到 一个大斗师 居然能够施展出 这般 即使是连他都感到心悸的恐怖攻击 在佳行天身旁不远处 法马苦笑着点了点头 每一次见面 这个叫做硝烟的青年 似乎都会让得他们大吃一惊 如今他所施展出来的 这般神秘火莲 更是狠狠地 使他们震惊了一把 想到这里 法马心中忽然有些惋惜与后悔 按照硝烟如今 所展现出来的隐藏潜力 其实 已经不会比云蓝宗 这个庞然大物的价值 差上多少了 也就是说 即使是为了硝烟 得罪一个云蓝宗 也并非是完全不划算的 唉 还是海老头那老家伙的眼光毒辣 轻叹了一口气 法马瞥了一眼 不远处悬空而立的海波东 在心中低声道 今天的事 是真的闹大了 不知道云蓝宗究竟干了什么 按照硝烟的性子 真的被逼急了 是不可能做出这般疯狂事来的呀 目光紧紧地盯着火连胜开处 海波东脸色也是有些难看 搓着手苦笑道 佛怒火连威力虽然可怕 而且击杀云冷也并不难 可最主要的 还是云山 海波东清楚地知道 上一次硝烟使用了佛怒火连后 可是直接昏迷了过去 若非是他出身相救的话 恐怕连硝烟自己 都会被佛怒火连的余波给震死 可如今 有云山在场 就算是他出手 也绝技不可能再次带着硝烟顺利离开的呀 更何况 还有一个云云在 那难度 更是成数被上升 哎 小家伙啊 这次可是真的莽撞了啊 轻叹了一声 海波东将目光头 注向逐渐消散的火连处 那里 火浪已经开始了缓缓消退 一道道目光 汇聚在那地动山摇的云栏山顶 那里 是火连盛开的地方 这般近距离的爆炸 就算是一名斗黄强者 也难以完全抵抗那种恐怖的毁灭力量 随着时间的缓缓推移 那笼罩着云栏山的火浪 终于是逐渐淡了下去 而出现在视线内的满地狼藉 绕视海波东等人早有预料 可却依然还是忍不住地 苦笑着摇了摇头 烟尘消散 巨大的广场 已经犹如地震一般 裂缝四面八方地蔓延而出 原本高耸的大殿 也是足足被震垮了将近大半 广场中央处 那耸立的石碑 也是被轰得仅剩一小半 还插在石板中 其余部分 坐落在周围房屋以及大厅 则更直接变成了一片废墟 广场上 不断有着云栏宗弟子的哀嚎响起 当然 完美绽放的佛怒火帘 所造成的破坏力 自然不是仅仅能摧毁 一些房屋而已 而之所以 让的火帘并未取得太大毁灭的原因 还是那半空上 呈巨大碗形 倒扣而下的能量罩 巨大的能量罩 直接是将整个云栏山山顶 都是包裹在了其中 看其上所流转的能量水波 恐怕就算是一名窦皇强者 都难以将之撼动 不过饶事如此 火帘爆炸时 所渗透而下的残余能量 却依然是将云栏宗破坏得一塌糊涂 火浪消散时 天空上的硝烟野势 露出了身形 此时他的情况 貌似也好不到那里去 脸色苍白 霜长出一片焦黑 呼吸急促 眼睛赤红地 在那巨大的能量罩上扫过 最后脸色阴森地停在那悬浮在半空中 单手贴着能量罩的云衫 看他的姿势 这将佛怒火帘抵挡而下的能量罩 应该便是他的杰作 当然 虽然成功地将佛怒火帘抵挡了下来 可云山似乎也是消耗不小 原本一直悠长平缓的呼吸 也是悄然急促了许些 与其呼吸相比 云山的脸色 却是已经彻底阴沉了下来 眼瞳之中 暴怒正在急速酝酿着 阴森的目光从云山身上扫过 最后停留在他左手拎着的人影身上 硝烟一震 旋即嘴角溢出一抹冷笑 原来云山锁灵之人 赫然便是那最先受到火帘冲击的云棱 不过看他此时的满身鲜血的模样 以及越来越虚弱的气息 明显已是再没有半点活路 脑袋忽然涌上一阵剧烈眩晕 硝烟身体摇晃了几下 便是咬着牙坚持了下来 从那戒中掏出一枚回气丹 丢进嘴中 然后双翼震动 身体急速后退 云棱已死 那他也必须全速离开此处了 好 好啊 萧嫣 这么多年来 你还是第一个 将我云兰宗破坏成这模样的人 我真的是看低了你啊 目光缓缓地在下方满地狼藉的宗内扫过 云山忽然笑了起来 笑声中所隐藏的暴怒 让的人知道 那平静之下 是一座即将喷发的火山 低头看了一眼 手中那明显不可能再治活的云棱 云山眼中暴怒在盛 沉默了一会 将之 对着广场上的几位长老丢了过去 淡淡地道 去请骨盒长老出手救治一下 看看能否保住他的命 两位长老敏捷地接过抛射而来的骨盒 然后赶忙躬身后退 手掌清灰 巨大的碗形能量照缓缓消散 云山深吸了一口气 平静的声音 却是蕴含着杀意与暴怒 在云兰山中徘徊不散 萧嫣回我宗门 杀我长老 我以云兰宗第八代宗主之命宣布 从此之后 将之列进云兰宗追杀明丹 此命 致死不休 宗门的乳 必须以血洗刷 淡淡的声音 久久不散 所有人听的这话 都是愣了许久 方才回过神来 轻叹了一口气 这事 果然还是闹到了 最僵硬的地步来 半空上 云云翘脸 也是逐渐变得苍白 萧嫣冷冷地望着 脸色平静的云山 脸庞同样是没有因为 他这番追杀令 而有所波动 背后双翼震动 身体只顾急速后退 既然你敢来云兰宗 强行击杀云棱 那么自然也就该有留下的打算 今天 就算美度杀护着你 老夫也必要你 永远留在云兰宗 眼睛猛然大睁 云山阴声喝道 随着喝声落下 云山身形 瞬间消失在原地 在云山身形消失之时 萧嫣浑身皮肤猛的一冷 急速后退的身形 强行止住 旋即强扭身体 对着左边强抑了半分 哄 在萧嫣身形移动之时 其先前停留之地 干枯的手掌 犹如凭空出现 狠狠地击打在那块空间处 手掌上所蕴含的庞大能量 竟然是将空间震得 发出一圈圈能量涟漪 感知不错 不过 仅此而已 淡淡的声音在半空中响起 萧嫣脸色猛然一摆 旋即一口鲜血狂喷而出 强行扭过头 原来那云山不知何时 已经出现在了身后 而先前 后者仅仅只是轻浮了衣袖 便是将萧嫣震成了内伤 留下吧 冷冷地看着萧嫣 云山手掌曲成爪形 闪电般地对着前者喉咙抓去 碰 在云山即将抓获萧嫣前一刹 倩影忽然闪掠而过 一只雪白如玉的仙手 轻飘飘地弹在那手爪上 两者向处 顿时 一股凶悍无匹的能量静气 从接触点爆发而出 而受到这股静气的冲击 萧嫣身形急忙后退着 我说过 今天就算美度杀护着你 那也没用 肩膀微颤 将尽力卸去 云山森冷地望着那出现在 萧嫣面前的美度杀女王 身体忽然急速地颤抖了起来 随着颤抖 两道残影诡异的自云山体内 凸显而出 残影离体之后 旋即便是分射而开 绕开了美度杀女王 对着其后不远处的萧嫣 暴席而去 具有本体功力的分身吗 望着那出现的两道残影 美度杀女王瞳孔微缩 她能够清晰地感觉到 先前的两道残影 竟然都是拥有极为庞大的能量 瞬间转身 美度杀女王刚欲拦住两道残影 可云山的本体 却是诡异浮现身前 将她的身形牢牢阻拦 在两人这拖延间 两道残影 却是已经闪电般地追上了萧嫣 双手间 恐怖劲气急速凝聚 旋即对着萧嫣胸口 狠狠砸了过去 旋冰镜 赫声突兀响起 巨大的冰镜 凭空在萧嫣面前 砰 拳头狠狠地砸在冰镜上 后者仅仅维持了一秒左右时间 便是轰然爆裂 萧嫣 快走 一到白影闪现身前 海伯东反手一掌机在萧嫣胸口上 一股柔力 将之猛地对着后方推射而去 海伯东 既然你要如此 那也就休怪我不念旧情了 两道残影 似乎也是具备云山的智慧 当下瞧得他出身阻拦 脸色顿时一寒 力声喝倒 苦笑了一声 海伯东也不说话 双手间寒气急速凝聚 旋即化为两道急速旋转的锋利冰刃 背后双翼震动 对着两道残影迎了上去 滚 一道残影 脸色阴寒的一声怒喝 恐怖的气势自其体内抱涌而出 双手急速结印 右手挥动 一道足足将近几张巨大的能量手印 出现在海伯东头顶上空 狠狠砸了下去 大风手印 碰 在能量手印砸下时 海伯东便是快速地在头顶上 凝聚出了几道冰墙 可惜 能量手印上所蕴含的劲气 实在是太过恐怖 因此 随着一道清脆声响 冰墙便是轰然爆裂 能量手印 结结实实地砸在了海伯东身上 喉咙间发出一道滴滴闷哼 海伯东脸色微白 一道血痕 自嘴角一流而下 他没想到 云山这两个诡异的残影 竟然也是拥有这般恐怖力量 因为手印之上所蕴含的静气所致 因此 海伯东的身体 也是被狠狠拍下了一段距离 而借此 两道残影便是震动身形 再度闪电般地追上了逃窜的硝烟 小家伙 我尽力了啊 接下来只能看你自己的 望着那再次追上硝烟的两道残影 海伯东也只得苦涩地摇了摇头 在无数道目光注视下 两道残影飞速出现在硝烟一前一后 双手间 恐怖静气酝酿而出 旋即大喝着 带起一圈圈能量连衣 对着硝烟一前一后 狠狠砸了过去 看这状况 若是被砸中 硝烟定然难逃一死 强大的静气压迫 那前面的拳头也是在瞳孔中急速地放大着 两股静气形成气静牢笼 将硝烟困在其中 几乎是成天罗地网之势 让得他没有半点躲避之法 感受着即将灵体的强大静气 硝烟轻轻叹了一口气 脑袋之中的眩晕越是越来越烈 他心中清楚 这是施展了佛怒火怜的后遗症 眼皮逐渐加重 微微眨动着 黑暗在恐怖静气的到达下 悄然袭来 看来真的要留在这里了 老师 对不住了呀 黑暗之中 硝烟苦笑着 低声难难道 哼哼 小家伙 你已经做得很不错了 能将云蓝宗逼成这番模样 也是大出了我的意料啊 黑暗中 忽然隐隐有着苍老的声音 缓缓响起 熟悉的温暖声音 让得硝烟那冰冷绝望的心 猛然间 犹如焕然一星般 注满了生机与活力 接下来 便交给老师吧 黑暗中 一股磅礴能量轻轻跳动着 在沉寂片刻后 猛然间 自那无底之处抱涌而出 天空上 紧闭双目的硝烟 眼眸微微颤抖 瞬间后 双眸骤然睁开 原本漆黑的眸子 一清一白 极为诡异 第363章 生死门 摇摇天空 在无数人的注视下 云山的两道残影 各自狠狠挥动着拳头 夹杂着那股让的人 毛骨悚然的恐怖劲气 狠狠砸向硝烟脑袋 然而就在所有人都以为 硝烟定然难逃一劫之时 天空之上 一股磅礴静气涟漪 猛然以硝烟为中心点 暴涌而出 只见静气所过之处 两道即使是连海波东 都难以正面抵挡的 纷身残影 却是骤然凝固 旋即在下方一道道 呆滞的目光中 一声闷响 轰然爆裂 所有人满脸呆滞地 望着天空上 爆炸成虚无的两道残影 甚至就是连不远处的 嘉行天等人 都是略微有些回不过神来 身为窦皇强者 他们能够清晰地察觉 那两道残影的强大 那并非是一种虚幻的影像 而是云山不知道 使用何种秘法 召唤而出的能量实体 不客气地说 光是这两道残影 恐怕就得相当于 两名窦皇强者 当然 这也只是从其能量 所蕴含的雄魂程度来说 若是真的让一名窦皇强者 面对两道残影 虽然会很麻烦 不过解决起来 也并不会和真正地面对 两名窦皇强者那般困难 毕竟 残影 始终都是残影 抗打击承受能力 还远远比不上 真正的窦皇强者 先前若非是海伯东 吃亏在措手不及的情况下 也不会一照面 便是被击退 这股力量 身体悬浮在半空上 海伯东 愕然地望着天空上的硝烟 感受着忽然自其体内 抱涌而出的那股磅膊能量 伴上后 眼中猛然浮现一抹惊喜 这家伙终于能够使用 那隐藏的力量了吗 怎么回事 硝烟的实力 似乎忽然间暴涨了 将近几个阶别 嘉行天转头望向法马 震惊地道 这个 我也不知道 从他体内所散发 而出的气势 比我还强 法马苦笑着摇了摇头 脸庞上 几乎是有种近乎麻木的神情了 在这个不到20岁的青年身上 这段时间 法马已经见识到了 太多的震惊 如今 这又是一枚重磅炸弹 则更是直接让得他 进入了麻木状态 一处废墟顶上 云云美眸盯着天空上 硝烟所在的方位 眼睛闪烁 先手忍不住地 悄悄掩上了 威张的红唇 满地的狼藉的广场上 云蓝宗弟子 也是傻傻地望着天空上 虽然以他们的实力 并不清楚 云山所召唤 而出的两道残影 究竟强到何种地步 不过从两道残影 与海波东先前的 闪电碰撞中 也是能够管中 窥抱一番 然而 那即使 是连一名斗皇强者 都难以抵御的 强横残影 却是被那 仅仅是一名 大斗师的硝烟 给震成了一片虚无 这对于这些 一直将云山 视为心中神灵的 云蓝宗弟子们 实在是有些打击 整个云蓝宗现场 都是在硝烟 这一煞的爆发中 陷入了呆滞与震惊 残影的消散 身为本体的云山 也是立刻有所感应 当下迅速摆脱 美都杀女王的纠缠 脸色凝重地 望着不远处的硝烟 没想到这家伙 竟然还隐藏着这一手 不过你能应付 我自然也是懒得动手 现在我的灵魂力量 可以支持不了多久啊 美都杀女王眸子 也是被那股 暴涌而出的 磅礴气势惊了一下 转头望着硝烟 低声惊叉地道 天空上 自硝烟体内 暴涌而出的磅礴气势 逐渐消退 最后完全收敛 进了硝烟身体之内 微微低头 被青色与白色火焰 所缭绕的一对眸子 淡漠地扫向云山 淡淡的声音 却是犹如闷雷般 在天际响起 云山宗主 不过如此 今日我要离去 你云蓝宗 还没那实力拦下我 脸色略微阴沉 一股不亚于 先前硝烟所爆发的气势 缓缓自云山体内 永胜而起 脚步倾踏虚空 旋即便是闪烁般地 出现在硝烟对面 皱眉沉声道 倒还真的是小看了你 没料到你体内 居然还隐藏着 这般恐怖的力量 难怪一直都是有恃无恐 不过 我想 这股力量 应该并不是真正的属于你吧 以云山的见识 自然是知道 凭借硝烟的年龄 就算是他天赋再好 吃得丹药再高阶 那也绝对不可能 再不到二十岁时 便是能够与斗宗强者相匹敌 因此 他一口便是 倒出了硝烟力量的一些端倪 不管这股力量属于谁 可至少 他能听我如臂指挥 硝烟手掌青苔 森白色火焰 暴涌而出 旋即犹如精灵一般 在指尖灵活地穿梭跳跃着 哼 凭借外物强行提升实力 默徒而已 我就不信 你能长久地保持这股力量 云山冷笑道 不管你究竟实力如何 可杀我宗门长老 若是让你就这般顺利离去 那我云兰宗 还有何脸在加码帝国毅力 你大可试试 硝烟脸庞之上 布满着淡漠 丝毫没有因为云山的话语 而有所波动 抬了抬眼 手中白色火焰 猛然抱涌而上 这么多年 我云山想要留下的人 还没能够走掉的 眼神冰冷 云山双手迅速结印 而随着其手上硬结的结洞 周身空间 则是开始波动了起来 一股股狂风在身旁凝聚 而随着淡青色狂风的凝聚 云山右手指尖处 一股刺眼的白色豪光 忽然诡异地浮现 嘿 你气我弟子 今日我倒要看看 就算我实力不足 全胜时期十之二三 你又能如何留我 望着云山指尖若隐若现的白色豪光 硝烟眉头轻挑 低声自语地冷笑道 似是感受到 天空上那股即将爆发开来的恐怖大战 下方的云栏东弟子 赶忙对着一些巨石之后退了开去 而天空上的海波东等人 也是为了安全起见 急速后退了一段距离 这种级别的战斗 就算是余波 那也是极为可怕的 若是被牵扯进去了 那就倒霉了 云云抬头望着那针锋相对的两人 美丽容颜上 忍不住地浮现一抹焦虑 硝烟就是耀岩的事实 将他以往的冷静 在请客间 积得粉碎 一股犹如乱麻般的情绪 缭绕在心头 让得他甚至都是忘记了 组织乱成一团的云栏东弟子 老师 嗯 您认识硝烟 忽然的 一道滴滴的声音 忽然在身旁响起 云云一惊 转头一望 却是瞧着那蓝燕燃正咬着嘴唇 有些暗淡碎痕的眼睛 正直直地盯着他 见到此时的那蓝燕燃 云云忽然不知为何 他的目光竟然是有些飘忽躲闪 不过毕竟 后者也是一宗之主 心中在乱了一会后 便是强行压抑住了一些情绪 微笑着拍了拍 那蓝燕燃的肩膀 轻声道 见过几次 不过当时 他都是用的另外的名字 而且我又从未见过他 所以 竟然也是没有认出来 先前见面 方才感到极为惊讶 他的确是很喜欢 用假身份去骗人 那蓝燕燃苦涩地道 那个让得他第一次 对同龄人产生佩服 以及另外一点 男女间的情感的男人 竟然也是这个家伙装扮成的 这种打击 几乎是比让他 输了三年之约 还要伤人 闻言 云云倒是深有同感地点了点头 轻叹了一口气 忽然瞧得那蓝燕燃抬头 直直盯着萧炎看的目光 微微一愣 似是察觉到了什么 当下脸色微变 低声道 燕燃 你 你不会喜欢上了他吧 翘脸一震 那蓝燃燃赶忙 慌慌张张地低下头 目光躲闪着 强笑道 老师 这怎么可能 我最讨厌的就是他了 云云只是盯着 那张强笑的美丽脸颊 也不说话 被云云盯得久了 那蓝燕燃美眸 忽然泛红了起来 他忽然间扑进前者怀中 这么久心中的委屈 终于是化为低气声哭了出来 他的抱负果然好狠 老师 我后悔了 哎 叹息了一声 云云轻轻抚摸着 那蓝燕燃柔顺的长发 苦笑道 我也有错呀 当初不该受你软磨硬泡 答应你去退婚 不然的话 也不会有这些事情了 老师 我现在该怎么办 纳蓝燕燃抬起头 泪眼婆娑的模样 显得楚楚动人 云云一致 旋即再度苦笑 他现在心中 也正是因为萧炎的事 一团乱麻呢 况且 以萧炎现在 与云兰宗的关系 成为敌对已是必然 再者 他也和萧炎处过一段时间 知道这个家伙的性子 所以 他清楚 萧炎对燕燃 恐怕只有 纯纯脆脆的恶感 甚至厌恶 那一次的退婚 犹如一道披天神府 在两人之间 树立起了一道 难以跨越的鸿沟 想要萧炎对燕燃有所感觉 恐怕 难如登天 望着云云的神情 纳蓝燕燃也是明白了一些 自嘲地摇了摇头 低声道 我果然是自作孽呢 老师 等这里的是壁后 让我进入生死门吧 脸颊上有些淡淡的灰暗 纳蓝燕燃忽然道 虽然你是这一任 能够与生死门起共鸣的人 可此时进去 太危险了 闻言 云蕴错愕地道 那里是云蓝宗历代宗主安眠之所 我也身为云蓝宗人 想必会受到他们忽悠的 老师 答应我吧 我现在的状态 并不适合继续安静修炼了 纳蓝燕燃摇了摇头 道 唉 望着那倔强的纳蓝燕燃 云蕴沉默了一会 只得叹息着点了点头 摸着她的长发 轻声道 生死门本是云蓝宗宗主接班人 成为宗主前的最后一道考验 不过你竟然执意要进去 那事后 我便与你师祖商量一下吧 早点接触生死门 对你的好处 也的确不小 见到云蕴终于答应 纳蓝燕燃 也是略微松了一口气 抬头望着天空上 那与云山针锋相对的青年 美眸中 情绪复杂 而在两人谈话间 天空上的战斗 则是终于开始了 最猛烈的强者对撞 第364章 斗宗强者间的大战 随着周身一道道狂风的凝聚 云山手指处的那道白光 也是越来越刺眼 到的最后 几乎是犹如一轮天空上的药日般 风之急 云沙 某一刻 云山周遭空气瞬间凝固 手指豁然指向消炎 一声力喝 手指处 白光暴闪 一道极为纤细的光线 暴射而出 光线速度快捷得有些恐怖 其所过之处 空间震荡 一道漆黑的痕迹 遗留在蔚蓝天空上 显得极为刺眼 这恐怖的斗技 当年云运在与紫禁翼师王对战时 也曾经使用过 那一次的攻击 直接是将同为斗皇实力的紫禁翼师王 全身最坚硬的独角 给居中切断 由此可见 这神秘斗技的洞穿力 将是何种恐怖 而且 如今这斗技由云山施展出来 不管气势以及静气强横程度上 都是远远超过了 当初云运所施展时的强度 而风之急一出 那远处场外的嘉行天等人 脸色几乎是同时微变 旋即犹如逃难一般 赶紧后退了老长的距离 看来 他们似乎是早就清楚 这一斗技的恐怖 甚至 说不定要亲身体验过 在那天空上 也就唯有萧妍 以及美渡沙女王 还能面不改色地就地停留 淡淡地望着那破空 瞬间袭来的白色光线 萧妍 手掌青苔 那缭绕在指尖的森白色火焰 猛然腾烧而起 眨眼时间便是将她的身体 完全包裹其中 右手微张 巨大的悬中齿 再度浮现掌心 猛地紧握 漆黑的齿身 爆发出刺眼强光 齿身之上 强光越来越烈 到的最后 几乎是犹如一轮药日般 让人不敢直视 脸色略现凝重 消炎一声低贺 手中重齿猛然对着不远处的云山 狠狠劈下 燕芬是浪齿 赫声 响彻天空 一道足有三丈 宽大的弯月形状的白色能量刃 自悬中齿顶爆射而出 巨大的白色火焰能量弯月刃 飙射天际 一闪而逝 那股骤然而来的炽热之感 几乎让得场上的人 犹如处于火浪之中一般 弯月刃带起一道道刺耳的音爆之声 划破天际 那股一往无前的强悍威势 甚至是有种 要将天空横劈为两半的势头 同样是施展同一种斗技 可这一次的燕芬是浪齿 却是比上一次硝烟在云蓝宗所施展的 强横了将近十倍不止 而这 便是本身实力所早就而成的差距 弯月刃滑破长空 最后在无数刀目光的注视下 与那道闪电而来的白色能量线条 轰然撞击在了一起 刹那间 雷鸣般的巨响 在蔚蓝的天空上乍响而起 恐怖的能量冲击波 自碰撞出暴涌而出 那股庞大的压力 竟然是将广场上一些战力的人 直接给压爬了下去 这就是斗宗强者的实力吗 果然非同一般 即使是相隔甚远 可那迎面而来的能量冲击波 却依然是让的嘉行天等人 脸色微变地 再度退后了一段距离 在吻下身形后 嘉行天抬头眼神 炽热地望着两人交战处 不管如何说 他也是半只脚踏入斗宗级别的超级强者 可即使如此 在面对着真正斗宗强者时 却依然感觉到 那般难以跨越的巨大差距 此时的硝烟 怕是也有斗宗实力了吧 要知道 当年云山上还是斗黄石 便是凭借这招 击杀了出云帝国 两名同等级的强者 法马脸色凝重地道 不知你是否发现 自从硝烟实力忽然大增之后 所使用的一火 仅仅是那种森白色 而那青色火焰 则是半点未用 法马忽然道 他身为炼药师 自然是对火焰最为关重 可是现在硝烟操控 那白色火焰的手法 可比先前高明了 不知道多少啊 嘉行天点了点头 道 这家伙 真是让人琢磨不透 法马尘撕了一会 却没有半点头绪 只得摇头苦笑道 嘉行天身有同感的点头 旋即抬头望着那能量 连衣逐渐消散处 待得他看见那依然安然无恙地 站在半空中的硝烟后 道 看来今日云山想要留下硝烟 还真是比较困难 而且 在那一旁 还有个不逊色于硝烟的 美度杀女王在虎视眈眈 若是这两人一联手 就算是云山 也唯有暂避锋芒啊 现在云山 也是骑虎南下 宗门大长老在这么多人的面前 被人击杀 不管对方实力如何 他都必须出手啊 不然的话 这传了出去 云蓝宗脸就丢大了 毕竟 这事 可不比上次了呀 法马叹息道 而且 双方梁子已经彻底截下 以云山的性子 断然不会让一个潜力 这般恐怖的未来敌人 顺利离开 这事 也是云棱自找啊 梅士竟然跑去乌坦城 对付萧家 这不是逼得硝烟发疯吗 以为借着云蓝宗名头 便可为所欲为 可却是没想到 这次遇见了个狠角色 嘉行天淡淡地道 法马苦笑着摇了摇头 也不为这是发表什么意见 抬头望着现出身形的硝烟 以及云山 低声喃喃道 哎 希望别搞出什么伤亡吧 不然的话 那对加玛帝国 可是大损失啊 嘿 云蓝宗宗主 也不过如此而已 天空上 硝烟袖轻浮 将那扩散字面前 最后一道能量 清秀脸庞 浮现一抹冷笑 云山脸色冰寒地望着 那竟然毫发无损的硝烟 半晌后 缓缓吸了一口气 冷声道 此时的你的确很强 不过我相信 透支的力量 总是会有着代价 我的力量是属于我自己的 而你的力量 却是借助或者透支 今日只要拖住你 我就不信 你能一直将这股力量持续下去 我们双方的关系 已经难以调和 所以 我不会放任一个 日后能够真正成为 抖宗的强者顺利逃脱 然后背负着对云兰宗的仇恨 逐渐成长 最后 再来颠覆我云兰宗 云山的话语中 竟然是开始缭绕上了森寒的杀意 满场一片安静 云山此话 无疑已经表明了 他对硝烟的必杀之心 因为他也清楚 一旦硝烟顺利逃脱 那么 绝对便是放虎归山 日后 或许云兰宗 将会付出极为庞大的代价 硝烟 脸色微微变了变 云山此话不假 虽然硝烟此时是由药老在掌控 可毕竟后者 不能真正完全控制硝烟的身体 再者 硝烟先前施展佛怒火莲 也是消耗了不少药老的灵魂力量 若非是因为那株七患清灵弦的缘故 恐怕这一次的佛怒火莲 又将会让得药老进入一段衰弱期 不过即使如今 因为七患清灵弦 而让得药老并未进入衰弱期 可毕竟也如云山所说 他也不能真正的长时间借助硝烟的身体 来与云山战斗 等那实现一过 他也只得收回灵魂力量 而导时 失去了他的庇护 硝烟定然难逃一死 老师 先撤吧 云山很强 现在的我们 并不能正面击败他 而且 您出现的时间 也不会太久的 微弱的声音 忽然在硝烟脑中响起 哼 放心吧 虽然如今实力大减 可光凭那云山 想要阻下我 尚还是有些意想天开 苍老的笑声 安抚着硝烟的情绪 不过今日这场景 倒还的确不便 与他硬拼 云兰宗的合击阵法 有着几分奇妙 若是开启的话 想走 就要麻烦许多了 虽然那美毒杀女王 看似是在助你 可若是要他联手击杀云山 他定然不会啃 一个斗宗强者的临死反击 也非同小可 他不可能为了你 便冒这般大的险 略微沉吟了一下 要老轻声道 也好 今日 便不与他过多纠缠 先撤吧 来日再回此处 老师定帮你讨回公党 此次离开 下次 或许就得好长时间 才会回到加玛帝国了 而到时候 便让弟子来吧 到时候 父亲失踪 家族被迫迁移的耻辱 便由弟子自己解决 微弱的声音中 情着淡淡的仇恨 父亲的失踪 让得萧炎将这些仇恨与愤怒 完全地嫁接在了云兰宗上 若非是因为他们 萧战也不会被追杀出乌坦城 那么 自然也不会忽然失踪 而且 在击杀云棱时 云兰宗的阻拦 以及对他先前 所展现出来的杀意 也是让得萧炎 对这个宗派 彻底地起了厌恶之心 哈哈 有这般豪气 那自然是好 欣慰地笑了笑 要老道 既然如此 那便先撤吧 我所出现的时间 也不多了 天空上 萧炎缓缓抬头 目光四转了一圈 对着云山大笑道 我先前便是说过 我若是要离开 你云兰宗 还无人能阻我 猖狂 你真当我云兰宗 毅力加码帝国这么多年 是靠虚名不成 云山嘴角微扯 袖袍猛然挥动 急到白芒自袖间暴射而出 这些白芒散布在天空四处 伴赏后 白芒大盛 无数白丝蔓延而出 仅仅是眨眼时间 这些白丝 便是密布了天空 最后形成一张 若隐若现的天罗帝王 将整个天空 都是遮蔽了下来 云兰宗仲长老听令 劫云烟覆日震 一声力喝 广场之上 将近二十道身影 硬身闪掠 旋即光亮大圣 一道道白色雾气 自这些长老体内永胜而出 最后再度犹如上一次一般 在天空上汇聚成一片云海 只不过 这一次云海中央 是云山 上一次 窦王级别的云棱 凭借着云烟覆日震 将窦皇实力的海伯东 都是逼得不得不凝重对待 而如今 这主阵之人 换成了窦宗实力的云山 无疑的 这一次 这个所谓的云烟覆日震 将会变得更为恐怖 撤 在云烟覆日震上 还未结成之时 药老便是操控着硝烟的身体 闪电般地出现在那白色能量网处 手掌之上 森白火焰爆涌而出 狠狠地砸在白网之上 砰 森白火焰砸上白网 竟然并未一击而破 反而是被其上那柔软的触感 给弹射而回 果然有几分诡异 轻移了一声 药老手掌挥动 再度召唤出一团森白火焰 然后紧紧地粘附在白网之上 此次 火焰并未再被弹射而回 炽热的温度 使得白网 略微有些虚幻了起来 想走 哪有这般容易 就在白网即将被焚烧出漏洞时 背后却是响起云山冷鹤之声 随着冷鹤而来的 还有一道夹杂着音爆之声的磅礴静气 瞬间转身 要老望着那道急射而来的白色能量皮炼 锈袍挥动 一大团森白色火焰 自秀中暴涌而出 旋即最后竟然 是在面前快速凝固成了 犹如冰块般的冰镜 只不过 在那冰镜之上 还黏附着一鸟鸟白色火焰 冰火相容 互存一体 看上去极为诡异 哄 能量皮炼重重地 砸在冰镜之上 两者相接处处 白色火焰扑涌而上 而凡是被它所沾染的能量皮炼 都是在瞬间 被冻成了实质的冰块 不过 虽然白色火焰极其诡异 可那道能量皮炼中 所蕴含的劲气 也实在是太过庞大 因此 在白色火焰 再攀爬到一半之时 便是力竭 随即 便是被其后暴涌而来的能量 冲击成一片虚无 能量皮炼击破白色火焰 旋即便是狠砸在了冰镜之上 顿时 后者一阵摇摇欲坠 一道道裂缝布满冰镜 最后咔嚓破裂 化为漫天冰镜 就算你有一伙之助 今日 想要离开 也绝非一事 身体悬浮在云海之中 周围浓郁的能量 让得云山身体 散发着淡淡的豪光 他冷冷地望着萧炎 双手急速旋转 面前云气如动 片刻后 那曾经被云冷所召唤出来过的 巨大的云宫 再度浮现 只不过这一次 云宫的体积 比上一次 几乎是扩大了将近几倍 一眼望去 就犹如摄日 专用的巨宫一般 这云烟赴日震 倒是的确有点麻烦 略微皱眉地望着那巨大云宫 药老目光四处扫了扫 忽然在心中 滴滴地对着萧炎 说了些什么 片刻后 交代了某些事之后 药老身体忽然轻颤 旋即诡异地 消失在半空之上 药老的消失 并未让得云山脸庞上 有所动容 微微闭目 双手呈拉弓之状 然后身体缓缓地扭动着 似是在依靠着感知 而寻找着攻击目标 天空上 突兀地陷入了一片安静 然而 安静并未持续多久 便是骤然打破 只见那微微闭目的云山眼眸 豁然睁开 拉弓的手掌不再迟疑 手指一松 面前巨大云弓 也是随之松开 弓身上 那把巨大的云剑 吃得一声 划开云层 对着某一处空荡荡的空间 狠狠射了过去 云剑化为一道白色流光 瞬间划破天际 就在其即将射中那处虚空时 汹涌的森白色火焰 忽然席卷而出 宛如那天火降临般 成连一状 四面扩散 哄 两者相处 又是一道巨响 不过此次森白色火焰 似乎并未取得太大的成效 仅仅是阻拦片刻后 恐怖的云剑 便是破火而入 羞的一声 射穿某处虚空 可惜 却并未有着半个人影出现 同样的 也并未有着鲜血落出 目光紧紧地望着云剑射穿之处 瞧得那射空的云剑 云山一正 旋即脸色骤变 豁然转身 双手舞动 周围云气急速缭绕 转瞬间 便是在身前凝固成了 巨大的一面云白色盾牌 在云白色盾牌成形刹那 那云海之中 一道黑影突兀闪现 冷冷地望着那透明云顿厚的云山 双手悬动 青色与白色火焰 竟然是同时出现了掌心中 望着那两道火焰 云山身体一阵 目光直视着青年那对眸子 只见那里 原本的青白两色 居然是再度转还成了漆黑之色 看着那对漆黑眸子 不知为何 云山忽然想到 现在的硝烟 或许才是真正的他自己吧 既然你想留 那便再试试火莲的味道 嘴角微勾 硝烟音声冷笑道 在先前 要老便是暗地通知他 近身后 由他来施展最刚猛的攻击 因为 只有硝烟 才能操控佛怒火莲 随着笑声落下 双手猛然重重对砸在一起 此次有了要老力量支持 两色火焰融合的速度 几乎比先前快捷了 不知道多少倍 在一道闷雷响声中 一道笔巴掌大小的青白火莲 迅速自硝烟掌心中 升堂而起 去 嘴角弧度越加扩大 硝烟一声低喝 火莲顿时飙射而去 最后在云山 那微缩的瞳孔中 重重地 砸在云色盾牌之上 碰 虽然这一次的佛怒火莲 并没有上次那般 清理所致般的完美 可不管如何说 也加注了要老那雄魂力量 因此 威力倒也是丝毫不比 先前要老亲自施展的 雁风时浪迟落 随着雷鸣般的炸声响起 一朵火莲再度在云海中浮现 周围那些完全由能量 构成的能量云团 也是被冲击的略微有些虚幻 云山身体急速地下降着 脸色略有些苍白 这般近距离的爆炸 几乎是让得他全盘 接受了火莲的冲击破 所以即使是有着云顿保护 可他却依然被震得脱离了云海 而其人一旦脱离了云海 那大震 也是自然不能使用 广场上 无数云兰宗弟子 望着那被硝烟镇得脱离云海的云山 面面相去着 皆是有些说不出话来 不知为何 心中却是由衷地生起一股寒意 师祖 看着那坠落而下的云山 那蓝燕燃先手忍不住地掩住红唇 师声道 不愧是斗宗强者间的战斗啊 那般近距离的火莲爆炸 若是换作我们 恐怕至少也得丢半条命吧 法马苦笑道 我还以为 硝烟并不能再使用青色火焰了 硝烟的能量 似乎是随着时间推移 越来越弱了 法马忽然皱了皱眉头 身为无品炼药师 他的灵魂感知力 远远超过一般斗黄强者 因此 他第一时间便是察觉到了 硝烟那细微的变化 天空上 在将云山击落云海之后 硝烟略微迟疑 便是猛的一咬牙 双脚倾踏虚空 身体猛然下降 旋即对着云山暴席而去 今日 就全当收点利息吧 双手间 两色火焰急速缭绕而上 硝烟迅速接近了 坠落中的云山 此时的后者 正被先前那般恐怖爆炸 给震的体内斗气 有些上下不接 因此 竟然只能看着硝烟靠近过来 老家伙 你既然都下了追杀令 那我就先杀掉你吧 一声冷笑 硝烟双掌重重对着云山胸膛轰出 然而就在其即将得手时 一道惊慌的声音 却是急忙响起 硝烟 不要 在声音响起时 一道静气 也是急速对着硝烟背后袭来 他眉头微皱 转身手掌清灰 一股白色火焰飙射而出 将那道灵力剑气 焚烧成虚无 冷眼望着那手持长剑 悬浮虚空的云韵 冷笑道 你也想对我出手 我是云兰宗宗主 云兰宗的声誉 我必须维护 而且 云山是我老师 我不可能看着你伤他的 云韵苦笑道 你认为如果今日我落到他手中 能有活命机会 硝烟讥讽讽道 云韵沉默 手掌轻微颤抖 硝烟深吸了一口气 豁然转身 手掌挥动 就欲对着下降的云山 甩去一道火焰 望着硝烟的举动 云云银牙一咬 背后风意一震 手持长剑 便是对着硝烟后背刺了过去 不管如何 宗主的身份 都是让得他时时刻刻 紧记着宗门的声誉 他不可能看着云兰宗几代名声 被硝烟给终结 背后传来的寒风 让得硝烟心中 也是悄然冷下来了许多 或许在他心中 自己与那云兰宗比起来 根本是有些微不足道吧 心中一道低探声 硝烟缓缓摇了摇头 放弃了追杀云山 转身淡漠地望着 那攻击而来的云韵 小心 就在硝烟转身刹那 两道急赫声 便是猛地响起 一道是出自云韵之口 另一道 则是体内药老在出声提醒 在赫声刚刚想起时 硝烟便是有所察觉 急忙扭动脑袋 一道白影从眸子闪过 旋即一张森然的脸庞浮下出 那赫然是先前一直坠落 而下的云山 结束了 硝烟 拳头夹杂着音爆之声 庞大的压迫力 直接是导致拳头周围的空间 出现了一道道涟漪 被云雾能量所包裹的拳头 在硝烟 那紧缩的瞳孔中 几乎是犹如一道风雷闪电般 狠狠砸在措手不及的 硝烟后背之上 扑吃 背后距离传来 硝烟脸色一阵苍白 一口鲜血 终于是忍不住地喷了出来 借助着这股巨力的推力 身体暴逝而退 哗 电光火时间 天空上的局势 竟然便是骤然转变 这般变故 令得下方所有人都是满脸惊恶 云山 以你的身份 竟然出手偷袭 你也好意思 脸色微变地望着吐血而退的硝烟 海伯东忍不住地怒喝道 一旁 嘉擎天等人微微皱了皱眉 显然也是对云山的举动 有些不认同 不过却并未出口说什么 冷漠着一张脸 云山没有理会海伯东 他清楚地知道 硝烟所具备着何种恐怖的潜力 若是放他离去 日后 云蓝宗恐怕将会真正毁在他手中 所以 即使背着那一些骂名 他也必须在今日 将硝烟击杀 耳边风声呼啸 硝烟抹去嘴角血迹 眼睛冰冷地望着那一脸苍白的云韵 手掌翻动 一件淡蓝色的内甲出现在手中 手握内甲 自嘲地摇了摇头 然后狠狠对着云韵致了过去 不管你是云支 还是云韵 日后 我们再没有任何关系 这东西 还给你 决绝的话语 被斗气所包裹着 冷冷地传进了云韵耳中 顿时 后者那本就苍白的脸色 更是白了几分 条件反射般地 伸手接过那射来的淡蓝色内甲 云韵背齿紧咬着红唇 低头望着 那虽然不满裂缝 可却被查识得极为干净的内甲 一时间 竟然呆了下来 硝烟的身体 重重撞在白色能量网上 两色火焰自其背后汹涌而出 两种火焰交织 百网极速融化 旋即硝烟犹如一颗两色流星般 砸进了那望不见尽头的密林山脉之中 哈哈 云山 今日这一掌 我硝烟铭记在心 日后 定要十倍讨还 身形快速地落进深山中 而硝烟那森然笑声 却依然是徘徊在广场上空 笑声中所蕴含的沙意 让得一些云蓝宗浑身寒意大盛 脸色铁青地望着硝烟消失之地 云山手掌一挥 冷鹤声 响彻全宗 云蓝宗众位直视 长老听令 带队立刻进入深山 给我把硝烟找寻出来 他体内由我所留下的特殊标志 绝对逃不了 抓住他 死活不论 第365章 大逃亡开始 茫茫密林 一眼望去 是那看不见镜头的葱玉绿色 偶尔一阵清风吹过 顿时 在那葱玉领海之上 一道道巨大的绿浪 便是由远而近扩散而来 最后消失视线镜头 看上去颇为壮观 领海之上 是蔚蓝的天空 此时 空旷的天空上 正是不时地飞掠过几道身影 他们那犹如鹰般锐利的目光 仔细地在下方森林中扫过 不过由于 这密林的面积 实在是太过庞大 而且 那连绵起伏的绿浪 也是遮掩了许多密林之下的东西 因此 绕视他们如何寸寸搜索 却依然没有 寻找到他们的目标 几道人影在这片密林扫过 最后无果后 无奈的目光在半空中交织了一下后 值得摇了摇头 然后互相打了个手势 彼此分开 对着四面八方飞掠而去 茂密聪裕的领海之下 一棵参天大树直插天际 不过在它的周围 比它更高的巨树不知几何 因此 倒也并不如何显眼 在这棵大树的顶端 一处分叉的树枝处 树枝周围 有着茂密的树叶遮掩 因此 粗略地扫过的话 倒还真是难以发现 其中所隐藏的东西 呼 压抑着淡淡痛楚的呼吸声 忽然从树叶之内响起 旋即便是一阵咬牙的细微声响 片刻后 树叶微微抖动 一张紧皱着眉头的脸旁露了出来 它小心地抬头望了一眼空荡荡的天空 目光在先前那几道人影 分开的方向扫了扫 这才轻轻松了一口气 一屁股坐在粗大的树枝上 背靠着树干 额头之上 冷汗不断流下 老师 还在吗 长长地喘息了几声后 硝烟急忙在心中低声呼唤了几句 嗯 半晌后 一道略显疲倦的苍老声音 在硝烟心中回响而起 小家伙 这次情况有点不妙啊 接连着两次佛怒火莲 这般高负荷的消耗 若非是你给我 服用过七幻清零弦 恐怕我又得陷入沉睡了 硝烟苦笑了一声 道 这次的确是莽撞了 不过 父亲失踪 我知道 你这孩子对父子情很是在意 不然的话 以你的性子 倒是不至于这般莽撞地闯上云蓝宗 并且当众击杀云棱 要老笑道 不过你也无需自责 人之一生 总是需要什么保护的东西 不然的话 无欲无求 那还是人吗 就算成了强者 那种孤独寄疗 也是能让的人发疯 谢谢老师 硝烟轻松了一口气 感激地轻声道 哼 我们今天还用谈那些吗 要老笑了笑 玄机声音中多了一分凝重 小家伙 现在我们还在云蓝宗势力范围之中 所以必须得尽快离开 虽然连吃了两剂佛怒火莲 云山定然也受伤不清 可云蓝宗那些长老以及直视 也并非是吃素的 而且 还有个窦黄强者云蕴 现在的我 也因为那两剂佛怒火莲 消耗了过多的灵魂力量 至少 不能再像以前那样 提供你随意挥霍的能量了 再者 先前云山的那一击 在你体内残留了一些印记能量 现在的我 还只能尽量压抑住那印记能量 所散发出的波动 若是强行摧毁的话 云山会立刻有所感应的 消炎默默地点了点头 拳头逐渐紧握而起 仰起头 视线透过树叶的密封 望着那蔚蓝的天空 他心中也清楚 云山对他的杀意 此刻的云蓝宗 恐怕已经在清泉宗之力 来围剿自己了吧 以他现在的状况 顶多只能应付一些云蓝宗弟子 若是被那些直视 甚至长老撞见的话 就算能够撑下去 可若是对方 想要将他拖延住的话 也并不会太过困难 而到时候 只要云蓝宗队伍闻声赶来 他消炎 或许就得真正地葬身 在这无尽森林中了 先往这深山里 躲一下云蓝宗的搜寻部队吧 现在我所受的伤也不轻 若是不将伤先养好 恐怕连逃都成问题 消炎抹去嘴角残留的血迹 低声道 嗯 也好 炼药师倒是不愁什么伤势 虽然你这次受伤挺重 不过既然老师已经苏醒 自然会让得你 以最快的速度恢复 要老笑了笑 道 点了点头 对于要老的炼药术 消炎是绝对有着信心的 当下手撑着树干 缓缓置起了身子 此时距离你东面 南 北面 皆是有着云蓝宗弟子的搜寻队伍 所以 你只能对着西面森林逃了 要老提醒道 还有 注意天空上的身影 那些家伙大多都是云蓝宗长老 实力皆是在窦王级别 此时的你 若是不幸撞见他们 那就麻烦了 知道 应了一声 消炎小心翼翼地刨开树叶 目光在下方谨慎地扫了扫 拜德卫发现有危险迹象后 这才两手抱着树干 犹如灵猴般 急速地滑下 将距离地面上 还有机米石 消炎双手一松 脚掌倾踢树干 身体在半空一个凌空翻滚 然后单膝着地 双手撑着地面 落地的声响几乎难以听闻 锐利的目光飞快扫是四周 消炎起身便是一头撞进 一簇茂密丛林间 然而身体刚刚闯进 面前一道七彩光影 瞬间闪掠而过 顿时让的消炎 全身冒着冷汗地停下了脚步 目光赶忙朝前扫过 旋即一阵忍不住的大喜 原来先前那道七彩光影 赫然是已经化为舌体的吞天蟒 别人或许 难以寻找到躲藏的消炎 可对于一直与消炎 生活在一起的吞天蟒来说 空气中遗留的一丝气息 便是极为鲜明的指路标 嘿 小家伙 轮到你掌控身体了 伸出手掌 吞天蟒乖巧地游了过来 对着消炎痴痴地吐着蛇性 嘿嘿 那就好 那就好 瞧得吞天蟒的这番动作 消炎嘴角一裂 脸庞上的欣喜难以掩饰 虽然吞天蟒的实力 没有美度杀女王强横 不过这个小家伙 可不像那个女王陛下 对于消炎的命令 只要给她足够吃的 定然是拼命前冲 而反观美度杀女王 想起先前她在语云山大战时 那个混蛋女人 竟然袖手旁观时 消炎便是气得牙痒痒 从那戒中 飞快地取出一瓶半生紫金元 然后用小浴棍粘了几滴 甩进吞天蟒嘴中 顿时 这个小家伙 便是变得活蹦乱跳了起来 围绕在消炎身旁转了几圈后 便是缩的一声 钻进了她袖子中 呼 还好 总算有个保命的护身符了 轻轻拍了拍袖子 消炎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有吞天蟒哉 那她也不至于 若是一个不慎被云兰宗长老遇见 而被拖延下了 快走吧 似乎有人快要过来了 现在的你 不宜和人动手 我关你气息 游浮不定 上下徘徊 倒是向实力提升之状 看来这段时间的大战 对你好处不小 赶紧找个安静地方 疗伤敬仰 不然这提升实力的时机 就得这般白白浪费了 要老的沉声 忽然在消炎心中响起 闻言 消炎先是一正 旋即惊喜地点了点头 这恐怕是在这个场面下 为数不多的好消息了 在这种面临四面绞杀的情况下 实力能够提升一分 那保命的机会 自然也是能够增加一分 微微偏头望为眼 后方密林中 消炎嘴角一出一抹冷笑 低声道 云蓝宗 云山 我们见的梁子 看来是彻底结下了 希望日后 你们不要后悔 如果你们认为我消炎是那种吃了亏 会夹着尾巴乞讨的软骨头 那恐怕得错了 当年一句三年之约 消炎上且能够忍辱负重 历练三年岁月 这般坚韧性子 让得消炎犹如那草原上的毒狼一般 被人伤了 暂且退下 然后 紧紧而随 犹如幽灵以及复古之躯一般 等待着 那致命一击的报复 蕴含着森然阴冷声音 缓缓落下 消炎脚掌一蹬地面 身体便是化为一道黑影 迅速窜进那黑幽幽的森林之中 随着消炎的离开 此地也是 缓缓陷入了一片寂静 约莫十分钟后 将近十道影子 猛地自密林中暴射而出 手持长剑 脸色凝重地扫尸了一下四周 见到无任何动静后 这方才轻松了一口气 彼此对视一眼 皆是苦笑着摇了摇头 右手上紧握的一枚 随时带发的信号弹 也是被塞进了怀中 对于那连老宗主云山 都能击退的恐怖人物 他们这些人 自然是不敢不全神以待 一名领头的云兰宗弟子 缓步走出 常见挥动 见光闪烁 在一棵大树干上 留下了一个晦涩符印 做完这事后 他方才转头 轻声道 此地已经搜索完毕 如果再往下的话 便是会进入魔兽山脉的西北面 那里魔兽等级不低 搜寻起来 难度也不小 看来的通知长老们 动用飞行部队了 说着 他快速从怀中取出一只竹笛 然后放进嘴中 轻轻一吹 顿时 一道细微而尖锐的声波 缓缓自敌中传出 最后成涟漪状 迅速扩散在那庞大的森林之中